我们今天继续来体验一款非常棒的VR解谜游戏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The Room VR 它来自手游平台经典的解谜游戏系列The Room 说到这个系列啊 玩过的朋友都说好 而这几年这个系列的作品开始陆续移植到PC平台 并且还专门推出了VR版的游戏 当然这个VR版的作品是为VR量身定制的 而并不是以往作品的移植 对于这款游戏 我其实在之前的2020年十大VR游戏盘点中做过介绍 在这里呢 我们重点来谈体验的部分 本作是一款纯粹的解谜游戏 所以在游戏中并没有战斗 也没有恐怖游戏的元素 所以所有的玩家都可以大胆的来玩 而首先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本作的美术 本作研习了系列作品 优秀的美术风格 每一个解谜的关卡都像是一个精巧的密室 在这个封闭空间里 有着各种道具和机关 你需要对这些物品和机关进行排列组合 不断尝试 最终解开种种的谜题 除了美术 本作另一个抓人的地方就是谜题的设计了 制作方确实花了不少小心思 比如通过不同的目镜 你就可以看到同一个场景下不同的景象 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还挺害怕的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吓人的东西 还有就是需要联想才能解开的谜题了 比如这个证物保管库的代码 其前面的字母是嫌疑人的姓氏首字母 而后面的数字变号则是按顺序排列的 这种谜题 你说它难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但确实是需要你联想一下才能解得开 当然在本作中还有非常复杂的谜题 而且有些谜题我是查了攻略才通过的 所以对于解谜游戏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用本作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智商 总的来说 这又是一款老少杰疑的游戏 精美的画面 悬疑的故事 再加上精巧的谜题 这些游戏的结合 相信会带给你一段难忘的游戏体验